在中国建国前的时期,曾经有三位具有,远见的人士发现了,毛主席的卓越能力,并精准地预测到,他将成为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。 这三位人士在毛主席革命道路上给予了莫大的帮助,甚至有一位还跟毛主席有着特殊关系,那么这三位人士究竟是谁? 他们又是如何,看出毛主席具备潜力的呢? 1915年当时湖南议师的校长张甘强行要求大学生缴纳十元的学费,如果学生不交费,就要求他们退学。 当时毛主席得知此事后,感到极为气愤,并发动同学们与张甘进行斗争,那个时候毛主席开始撰写文章批评张甘,这也引起了张甘的愤怒,他甚至有过开除毛主席的念头。 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刻,毛主席的第一位贵人出现了。 这位贵人不仅是毛主席在学业上的导师,并且还是他的岳父,他就是毛主席的第一任妻子,杨开会的父亲杨昌记。 在关键时刻,杨昌记先生主动找到张甘,要求他撤销开除,毛主席的决定,否则他将以名人,学者的身份揭露张甘的恶行。 在这场斗争中,张甘最终失败了,并被调离湖南,而毛主席的学籍,则得以保留下来。 如果没有杨昌记的帮助,或许毛主席的学生身份就保不住了。 杨昌记非常关心毛主席,和其他一批进步青年,他鼓励并告诫,他们要置存高远,像大树一样主宰天地。 后来毛主席发动,趋将运动去北京请愿时,杨昌记虽然身体不好,但是仍然冒着风雪,来到中央政府大院门前,陪伴毛主席一同请愿。 在1920年1月17日,杨昌记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,享年49岁,临终前他不忘,为自己的学生谋取前程,曾写信给好友张世昭,信中提到他对毛主席的期望,认为他有着伟大的前程。 杨昌记还与女儿讲过,毛主席是个有能力的人,这一点他早就看出来了,毛主席的雄心壮志和伟大抱负,对他来说是前所未见的,能交出这样一位学生,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。 见过前有三个人曾预言,毛主席会成为领袖,那么这三位人士究竟是谁?他们又是如何看出,毛主席具备潜力的呢? 事实上在杨昌记之前,就有一位老先生认识到,毛主席拥有无限的前途,这位老先生,就是毛主席的中学校长福定一。 1912年毛主席从韶山来到长沙求学,他凭借自己的才智和学业成绩考上了学校。 在当时的考试中,毛主席取得了第一的好成绩,于是当福定一看到,这位少年写下的一篇,关于民国教育与实业发展的文章,对其经验和观点非常赞赏。 他很难相信一个中学生,竟然能写出如此出色的作品。 作为校长的福定一,还是决定亲眼见见文章作者,于是穿着粗布衣裳,脸上带着青涩笑容的,毛主席闯入了他的视线。 福定一看到这位学生如此沉稳,便决定即兴考察他的意志和思想,他和毛主席进行了谈话。 毛主席表现得很大方谈吐自如,福定一很快就意识到,这位年轻人拥有广播的文史知识和超凡的思维能力,同时也很成熟。 福定一非常高兴和期望,相信毛主席的未来充满了机遇,于是决定招收他为学生,并赠予他一套资质通鉴。 对于渴求知识的毛主席来说,这是一个宝贵的礼物,他每天都诵读通鉴,希望从历代兴衰成败中,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他。 这本标注过的书本中,可以看出福定一的眼光,非常独到令人惊叹,经过这件事两人成为了默逆之交。 在接下来的革命工作中,毛主席和福定一先生保持了联系,显为人知的是,北平和平解放正式。 福定一老先生提出的主意,1925年毛主席返回湖南开展农民运动,当时的军阀赵恒替,对毛主席非常敌视,誓言要抓住并除掉他。 得知这个消息后,福定一心急如焚,凭借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,他四处疏通关系,甚至找到公安局长的亲戚。 他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毛主席的安全,请求不要对毛主席加害,同时福定一派人给毛主席送信,告诉他尽快离开湖南。 直到毛主席奔赴广州,福定一才松了一口气,新中国成立后,在毛主席亲自邀请下,福定一担任中央文使馆馆长,为新中国做出贡献。 建国前有三个人曾预言,毛主席会成为领袖,那么这三位人士究竟是谁? 第三位看重毛主席,且认为他一定能够成为一国领袖的人物,那就是柳亚子。 他们相识于1926年,与毛主席这个学生时代不同,此时的毛主席,已经历政治斗争和战争,显露出将帅风范。 柳亚子本人颇为自负,对自己的才华有着极高的评价,然而当他见到毛主席后,观念发生了转变。 毛主席不仅在政治上独具见解,而且在诗歌文学方面也深有造诣。 毛主席对柳亚子也十分钦佩,两人常常以诗歌为媒介交流,彼此心心相惜,成为众人羡慕的对象。 随着各自离开,毛主席率领部队前往井冈山,开展乡村武装歌剧。 然而他正确主张遭到了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,不得不离开红军领导岗位。 国民党的报刊趁机散布谣言,声称毛主席已遭击毙或病逝。 柳亚子得知消息后,立即写下一首诗,借以表达怀念之情。 神州风头木草青,湘南斥齐郑纵横,人间毁誉袁修问,病逝至那两列宁。 其中诗中的两列宁,就是指孙中山与毛主席,刘亚子将毛主席与孙中山并列,并称之为中国的列宁。 暗示只有这两位,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的神圣历史使命。 而当时孙中山已离世,毛主席便成为唯一的选择。 可见刘亚子对毛主席的评价之高,两人一同外出散布时,刘亚子提及早在二十年前,就洞察出中国的未来,将属于毛主席及其领导的阵营。 眼见自己追捧的人,正在一步步走向国家的最高位置,他内心也倍感激动。 福定一和杨昌记,以及刘亚子三位先生,在早期就意识到,毛主席他所展现的潜力,他们深刻明白。 毛主席在领导能力,知识深度,和领导力方面的卓越表现,最后毛主席不出所望,成为了新中国的杰出领袖。 这正是让他们当初的预言得到了验证。 如今毛主席的辉煌成就,至今仍然被人们铭记在心。